内地裸露甘露甘露和妈妈4月6日晚上9点新生香港兰桂坊 甘露露贯彻衣不避体风格 以超性感透视杀群使人 清晰的露出乳贴和内裤 但就离奇的戴了一副仿如Lady Gaga恩物的独特墨镜 虽然甘露露在内地已经生命狼藉 但是对于香港媒体来说新鲜感十足 现场还是围了一大圈 甘妈妈看到女儿如此受欢迎 在一旁露出情味笑容 但有老外酒客就看不过眼 现场做出挑衅动作 有啊有当然有保护得很好 对里面都会有这个Libra 然后都会保护得很好 大家放心 我其实也有很多很保守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如果那样见大家 我会觉得对不住大家 因为这一次来香港真的很不容易 盼望了很久 还专门回老家去办港澳通行证 经历了就是就是很多很多出卧者 甘露露一方面表示自己这趟赴港是尖了秘密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又透露自己刚刚才跟3D肉铺团的导演和监制 孙力鲸和肖定一见面 把他这次赴港的目的完全公开 由于孙力鲸和肖定一将要合作三级篇 人肉叉沙包二只天珠地面 因此相信甘露露将会在片中饰演其中一个主要角色 虽然电影还没开机 不过甘露露已经开始向大家自po拍三级篇的行路历程了 这个我觉得其实呢怎么说呢 一切都是属于天意吧 就是老天的安排 一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啊 或者适合走什么样的路啊 老天都会给安排好的 我认为 但是呢好像我的 我一直是一个希望自己不走寻常路的人 然后我经常告诉自己要相信自己 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征服人生 然后如果我在香港把这一部电影拍了的话 可能会是我人生的第一部那样的片子 也会是最后一部那样的片子 以后我也还是会做自己 然后不会说为别人而活啊 或者是一直拍一些我不想拍的东西 至于会跟哪位男明星上演肉搏战 甘露露当然不知道 不过就表示希望跟陈冠希合作 还明年除了陈冠希之外 离婚快两年的谢霆锋也是她的其中一个猎物 她单身当然有机会了 对对对 但是你很有信心 就是如果人家没有离婚 有妻有子 我们谁也不忍心去做小三 破坏人家的家庭 但是平峰现在离婚了 我觉得她是自由的 然后她又是优秀的 那么不光光是我 我觉得大家也都有机会了 虽然大家都非常理解 无论是陈冠希还是谢霆锋 都不可能答应跟甘露露合拍三集片 因此她特意搬出这次大咖的名字 明显是为了博宣传 但一直在这一旁插不上嘴的甘妈妈 终于开口评论 但就是 你今天 我想今天如果说是谢霆锋来了人多 为谢霆锋的人多 还是为甘露的人多 都会 我想应该甘露 好 最后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